《斗罗大陆》5,重生唐三,作者,唐家三少,第128章,还有下次。 张浩轩道,有点小问题,但还好,独白和顾理确实是精神力透支,在休息呢。 关龙江顿时有些紧张,到底怎么回事?张浩轩苦笑道,这几个小子,太能折腾了。 其实也不怪他们,应该是运气不好吧。 沐云语促眉道,不是带着独白吗?三街的天狐之眼虽然没什么直接作用,但要说引导气运,也应该还可以吧?怎么会运气不好? 张浩轩嘴角抽搐了一下,要是运气好,能在叉翅虎生活区域边缘的地方就碰到叉翅虎王,这次别说他们,我都差点回不来。 当下,他将这次唐三他们一路上的经历大体讲述了一遍。 身为救赎学院的院长,也是家里学院小镇的镇长,他必须将真实情况说出来。 听着他的讲述,沐云语花容失色,其他几人也脸色大变。 差一点,差一点就全军覆没了呀,关龙江颤声说道。 沐云琴没开口,沐云语失声道,当初你们怎么答应让他们去的? 这钥匙? 丝如冷哼一声,主要是某人比较没用。 这钥匙换了我,就算是叉翅虎王又如何,一样带回他的尸体。 我就是不好暴露而已。 九阶的妖兽尸体,我们很难出手,太容易被怀疑了。 他是整个就属组织之中极少数的神级强者,妖兽一般没有达到神级的,他这话说的也不算夸张。 张浩轩美好气地道,那下次你去还有下次,关龙江瞬间就变得暴躁起来,张浩轩,你这是什么决定,你知不知道,这。 关龙江的怒吼声宛如狂风暴雨一般,张浩轩虽然嘴角抽搐着,但也只能默默地听着。 溜了,溜了成紫成土了土舌头,扭头看向唐三,道, 小唐,你说顾吕师兄和独白能醒过来吗?他们不会有事吧? 唐三摇摇头,道,不会有事的,他们只是精神力透支。 他们的妖神变之中都融入了一定的精神力,而且他们是透支自己的力量施展妖神变,并不是受到外来的精神攻击,这只会压榨自身,不会伤害本源。 现在沉睡只是他们在自我修复,你没看他们的生命体征都很稳定吗? 嗯嗯,他们能醒过来就好,可千万不要出事啊,成紫成双手合十,朝着天空拜了拜。 唐三道,拜天没用,我们人类在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受眷顾。 成紫成一愣,也对哦。 那应该怎么办? 唐三道,以后找机会,我们就捅破这天,重定这规则。 成紫成一撇嘴,你这牛吹得咋不上天呢?我回去了。 我可不想被老师抓着臭骂,说完,他扭头就跑。 武兵记一直在旁边没开口,看他走了,才低声道, 小唐,咱们这次的战利品怎么处理,是不是盘点一下? 唐三笑道,不用,不用,大师兄处理就好,都换成钱给大家分了呗。 我觉得可以这样,虽然两只叉翅虎都是咱们杀的, 但毕竟镇长老师帮咱们拦住了叉翅虎王,没有他咱们就死定了。 母老虎的收益分胎一半,剩余的,咱们五个平分。 武兵记想了想,道,我觉得也行,那就这样,我这几天就处理这事。 我觉得也不用都卖,叉翅虎的肉咱们留着吃吧。 叉翅虎肉非常滋补。 叉翅虎骨也可以用来泡药酒或者是熬药汤来强筋撞骨,给所有人用,你觉得怎么样? 唐三点点头,道,没问题。叉翅虎肉也让大家一起吃。 武兵记虽然爱财,但并不贪财,身为大师兄,他一向都考虑得很全面。 这次的历练可以说是惊心动魄,不过收获巨大。 唐三无疑是功劳最大的一个,不但在路上传授他们甩手剑,乱披风锤法,在面临绝境的时候,也是唐三扭转战场局势。 除了唐三之外,贡献最大的自然就是修为最高的武兵记了。 所以,武兵记在分配战利品的时候,首先要征求唐三的意见。 眼看唐三如此大气,他也乐得如此。 他们当然不可能把所有收获都和学院里其他的同学一起分,那对他们这出生入死的五个人也不公平, 但拿出一部分妖兽肉和骨头来给大家滋养身体,让大家都享受一下还是可以的。 毕竟,就熟学院不仅是学院,更是一个整体。 人类在妖怪族和精怪族面前太弱小了,唯有群体成长,才会有更多的生存空间。 唐三告别了武兵记,远处食堂那边,咆哮还在继续。 唐三暗叹道,镇长老师啊,您真是贡献颇大呀。 唐三有些好笑地返回自己房间,这次的遭遇确实是他没有预料到的。 他支持冒险是为了更快地增强自身实力,当然,同时遇到一只七阶巅峰妖兽,一只九阶妖兽这种事儿也实在太巧合了,或者说太倒霉了。 幸好,结局是好的。 他自己也通过这次的历练达到了六阶。 从四阶巅峰,一直到现在的六阶,其实就是通过两次冒险达成的。 一次是击沙蜂雄,一次是击沙叉翅虎。 这样的提升速度说是一日千里也不为过。 不过,唐三很清楚,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,自己想要再提升就很难了。 倒不是说他的修炼速度会减慢,而是他的身体已经有些支持不了他现在的修位了。 他毕竟只有九岁,身体还没有长成,尤其是在幼年时一直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。 未来想要从六阶突破到七阶,那是一个大层次的跨越,相当于进入高阶妖神变的境界,这是质变。 想要完成质变,首先需要他自身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,同时身体也要承受得住这份实力才行。 所以,唐三接下来的修炼目标,是巩固自身已经拥有的这些能力,更好地协调他们,同时分别提升烙印的层次。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打熬身体,让自己的身体更好地发育起来,锻炼筋骨,让自身有更强健的体魄,以便在未来承载更庞大的能量。 玄天公在滋养这方面的效果自然是极好的,还有就是这次收获的妖兽肉了。 妖兽肉,妖兽骨,都是非常滋补的好东西。 他们这次赚的钱,唐三也想好了用处。 部分,她要送给自己心爱的人,还有一部分就直接用来购买脆体的灵草。 就熟学院的小卖铺之中,好东西还是不少的,之前没钱就算了,马上就要有钱了,有钱了自然就可以换取些好东西。 经过回程这两天的调整,她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,六阶境界也基本稳定了下来。 现在她体内的玄天功能量非常雄厚,全身经络总有一种保障的感觉。 这也是唐三认为自己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再继续突破的重要原因。 玩,记得订阅,开启小铃铛,点赞和分享哟。 食品